最主要就是因為法官是平日暗獨老險 幾乎台灣的每一個法官都是超時加班 工作負擔非常重 所以發生這個中風 我覺得是非常的遺憾 法官的加班幾乎是常在 我想也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能夠爭取更多的資源 法官就比方說民事案件 就希望說能夠加強調解 調解的案件越來越多成功的話 那麼進入法院的案子就會越來越少 就會更可憐 那另外也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在檢討 讓那一個判決它的製作 讓它的那個格式簡化 讓這個等等能夠強調 不要讓法官在寫作上 有太大的一個負擔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 檢訓工作負擔的一個方法 這非常多難度 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 跟那個呼籲全國的法官 大家就是平日工作緩滿至於 也能夠平日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身體 沒有好的一個身體 就沒有辦法工作 那這個法官的工作 真的是一個非常消耗腦力 也能消耗體力的一個工作 可以讓我們去一旅堂 一旅堂 我們個人的家庭 會被照顧到他們的家庭 也能夠多了 好了 也能夠多了